出发 打 一遍 不准备 啊 多 回 Canvas 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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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圈看 去 走 打开 哥 咱们谈上大事了 今儿晚上回山的时候 在山脚遇上几个散跳 就冲上去 围上去就焦了火 我们这么些个人 生生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枪声一听冲上去一看 连个人影都没有 一阵风似的跑 五六个凶主 就换来这几个空箱 可敢杀爷的兄弟 老三 全是阳门 来者不善哪 大哥 看来是冲着我天不杀来的呀 这玩意儿只有国君才有啊 国民党 国民党上这儿敢杀来了 老三 咱们死的那几个弟兄 也都是娘生的 去掌放岸人头 每户送去五十块银元 好好安抚 堂上的弟兄听好了 统治山上山下的弟兄 有精神的 时不一个事 也不照死里定 是 这水可够脏的啊 这水可够脏的啊 小东家 能有个地儿住就不错了 你这还洗着呢 这水可够脏的啊 哎呀 有条件的话 我还得洗个澡呢 好好好 毕竟您是二少爷 就是不一样 臭屁 上菜喽 关先生 这是你点的那个红烧露金 请慢用 那个许餐宝 你点的那个软炸薄子肉 马上就好 好说好说 稍等啊 稍等 蓝大刀 你小子乔麦皮的眼睛往上翻 不看 不看 怎么着 他当官的试课 我们就不试课了 哪里哪里 我们大当家要的猴头顿山鸡呢 赶紧给我们上 快点啊 你说现在这世道变的啊 连当胡子的也敢在军官面前挑刺 先生菜怎么着 大刀 先把我这两桌菜给我上齐了 好 我这就去 着急是吧 着急 你着急啊 别来野剧破呀 官军 如今还有官军吗 你自治军是汉奸变的 你冲什么官军呢你 你打 随 家伙收起来 坐 坐 九风山八谷柳子 曾经在黑虎堂聚会立有公约 各自约束帮中兄弟 不可在野局坡惹势生非 我小飞样身为一帮首领 今天就横尸顺宴 绝不能从我这挑头 坏了规矩 小飞样 是个爷们啊 七姐我谢谢了 七姐你客气 承蒙各位兄弟照顾 小店生意呢实在是太火了 可是这人手啊 确实不够用 你看 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大家伙多多担待 七姐在这儿 给大家赔个不是了 蓝大刀 去 别戳那儿了 把各粥的菜都给我上齐了 八姐 你看 就我这一个人 我忙得过来吗 别废话 让你干嘛就干嘛 你怎么想 我想 翠儿啊 去 把那个白果酿给我拿出来 一桌两壶 上酒 好 好吧 花七姐赏酒了 黑果酿难得一见 是啊 那就是 人家可不是一见 用天不杀成人啊 来来来 喝喝喝喝喝喝 把我衣服给我拿出来 我要换衣服 你换衣服干嘛呀 咱到县城找个客栈再换呗 到县城干嘛呀 我就住这儿了 住这儿 就这黑店 那没两天 咱又让人剁馅包包子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来来 孤婴领大当家的 有气量 来 我花七跟你喝一个 千里扛猪槽子 小飞烟 为的就是你个花七姐 我能砸你的厂子 要不然 就这帮装饰装淡的皮子 连那个臭军官在里面 我非正废了他们 说你胖你还喘着了 告诉你 生得了嫌弃的人 都成不了大事 我是那种人啊 来 来 干 干 我 你看 我 看 我 说我 你就是 哈尔滨来的 青梅堂二少爷 对吗 这个 昨天啊 客人太多了 有怠慢你的地方 真是不好意思啊 哪里 谈不上怠慢 我跟我这个兄弟啊 一路上被土匪劫了五次 身无分 昨天多谢你 哪里的话 全不是问题 二少爷 这样吧 如果你想长期住在这儿的话 要不这样我把楼上那个单尖 给你腾出来 钱再说 那就麻烦你了 不客气 这 这不算什么 我让他们给你弄点吃 小翠儿 快 给这个青梅堂二少爷弄点吃的 好 我先忙 来 三爷 来 三爷 来 我给你满上啊 七姑奶奶 你们开店呢 就是眼皮子起来 昨天秦司令一来 你竟招呼秦司令啊 我要那喊他喊鼻子啊 都没吃上 哟 哟 生气了真是 对对 三爷这样吧 今天呢正好我有事求你 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 我现在就可以做了 而且一分钱不要 怎么样 有这么好的事啊 七姐 我能帮着忙吗 有许才猫 我哪敢麻烦你啊 那我行吗 关先生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就更不敢了 那看样子就我行了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啊 瞧我把你吓得 我又不是要你命 这样三爷 你看啊 今天这店里坑人 实在是太多了 能不能把你那个担尖 给腾出来 那我住哪儿啊 土字铺啊 七姑奶奶 你让我住土字铺 你这不欺负我吗 谁欺负你了 三爷你看啊 哈尔滨娜少爷 远道而来 你说人家细皮嫩肉 你忍心让人家睡 那个筒子铺吗 再说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跑山跑了那么多年 哪儿没睡过呀 睡几天筒子铺怎么了 是不是 三爷 你就帮我这个忙 行不行啊 三爷 您就走吧 快去 帮这个三爷 把东西赶紧收拾了 你说我这 三爷 这几天房钱我都不要了 夏公子 就这间房怎么样 挺好的 聪儿我来收拾 你给夏公子打喷洗脸水 好 这房还可以 房钱是多少啊 一块大洋一天 得 那我还是走吧 干什么去啊 这可是我们掌柜亲自颠队出来的房间 可是急走老客户才给你们腾出来的 我们都被抢成这样了 身上没钱了 饭都吃不上了 哪还住得起啊 你还是问我们掌柜的吧 他说得对 我觉得啊 这个房子我们就先不住了 就住筒子库就行 等哈尔滨把钱汇过来 我们再住这房间 好吧 夏公子 啊 还真以为凡是开店的 都是借钱也开得住啊 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啊 我花期帮你 是因为咱俩对演员了 住这儿吧 有钱呢你就扔两个 没钱呢 你也尽管住在这儿 我 洗把脸吧 不不不不 你放那儿就行 我自己来 要不 我帮你洗 不用了 走 咱们走 夏公子你歇着啊 咱真住这儿 那你说怎么办 好 那行 那我出去看看 注意安全 走吧 吓我一跳呢 吓我一跳呢 你走路咋没声啊 在这儿好多年了吧 你咋爱说话呀 你咋爱说话呀 姐 你不会对那小白脸动心了吧 我 瞎说什么呢 哎呦 我就是 哎呦 就是看人 心里面挺说的 姐 我可提醒你啊 咱这儿没秘密 你这儿说是医 那传到大当家耳朵里 那可就是实了 我知道 哎呀 姐 呦 串龙 呦 你到这儿干嘛呀 有吃的吗 有吃的吗 饿了 给 先淀不淀不淀 一会儿就吃饭 谢谢 哎串龙 嗯 那个 你们家掌柜的干嘛呢 哦 昨晚没睡好 睡着呢还 你看 我就说人家身胶肉贵 他睡不了大通铺吧 哎 串龙 你们家掌柜的 家里边搁几个呀 四个 我们掌柜的排到二 那为什么不让老大来啊 这兵荒马乱的 老大带英国 英德利知道吗 人家不稀罕这家业 那是照底这么说的话 将来这家业 都传给你们家二掌柜的 嗯 你算说对了 哦 我们老爷子啊 就稀罕这段话 要不我怎么能跟上他了呢 你跟你们家掌柜的几年啊 五 五年了 那可不短了 说不定啊 以后我就是要 庆余堂的二掌柜 没问题 哎 你们就给二掌柜吃这个 怎么能够啊 翠儿去 来 二掌柜的 川龙 你们家少东家 孩子多大了 孩子 他还是个孩子呢 这么说吧 年方二十五 一破无人五 我巴不得他 赶紧给我找一嫂子呢 嘿嘿 这往后啊 不懂的别乱说 尤其当着外人 什么应得利应吉利呢 还亨得利呢 你咋知道 这么多年地下工作呢 不是白做的 啊 带号李渔 也不是白起的 反正人家是盯上你了 我跟你说啊 在这种地方可没一个擅长 人家今天跟你称兄道弟呢 明天就挺你脑袋走 我不管 来之前我说好的 一文一文 你就负责你那探事 以后打交道的事 别乱说话 我觉得以后需要我动武的地方 也少不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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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长官 说 陶镇长电视 根据咱们的报告位置 向东五公里 及时也就破 沈阳党部的联络人 就在该地区等候 走 走 你马上出发 到达该位置后 要不停地发出联络信号 明白 来 有劳齐姐了 下某感激不济 是这样 今天啊 我把三位请过来 主要是为了我这位小兄弟 庆渔堂二少爷 夏丰 你说 大老远的啊 特意跑到咱们这个地方来逃换身 为啥呀 他父亲生病了 是为了给他父亲治病 所以说 一路风尘咱就不说了 光抢就被抢得五回 小命都差点没了 你看这萧残牧长 自治军兵抢马撞的 是不是 以后多照应照应 好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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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寒地冻 没话闪开 是 萧残牧长吗 是我 跟我来 好 好 好 放入冰箱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我 我就试试你睡着没有 你吓我一跳 你吓我一跳呢还 那个 我觉得今晚消停不了 知道今晚消停不了 还不赶紧休息去 要养精蓄锐知道吗 赶紧休息去 你跟着练功呢你 老鬼啊 你干什么呢 三更半夜的 你屁棺材板呢 你去看看去 来 我在松府地区 潜伏了这么多年 终于把你们等到了 三天前 长春方面已经给我说明了情况 来这玩意儿 请你放心 我一定配合 松府目前的情况 怎么样 日本已经开始动手了 就在前两天 小金流子上的七个金把头 全部被杀 共产党方面 我还不清楚什么情况 不过最近 突然出现两个采药的人 在这个接轨而上 桑贝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二位好汉 报个名号吧 黑苦堂的 你是内容的 哈尔滨 青鱼堂伙计 那找对人了 看来你懂得规矩 把掌柜的 给我们请出来吧 想找掌柜的 那你先过五千块 我 我 我 掌柜 掌柜 我 这什么人呀这是 就 怎么了这是 谁干的呀 你呀 我们是交手了 可这飞镖不是我扔的 行了都别看着了 把这太后院去 丑门声快点 是 甲方同志 我告诉你 我答应过张舵部长 我的任务 是保护你的安全 你身处危险之中 那是我的失职 我认为这儿太危险了 咱们必须得离开这儿 我觉得啊 这地方挺好的 水至清则无鱼 这明显是有人想借天幕沙的手 除掉咱们 这很可能跟咱们找屋的人关 拿脏家的 拿脏家的 三楼 又出事了 坐在夜里 咱们两个兄弟在野鞠坡让人给杀了 那咱们那两个兄弟去野鞠坡干什么去了 野鞠坡不是那两个哈尔滨受药的大户吗 这两个兄弟过去啊 是想发点小财 结果就 叫人杀了 那知道是什么人出的手吧 那肯定是哈尔滨庆余堂来的那两个 收药的人干的 两天之内舍了我七个兄弟 看来是冲咱们黑虎堂来的呀 男子 你去秦不远那摸摸情况 看那些伞跳楼哪了 我一会儿就下山 到野鞠坡看看 是谁在那儿作药的 好 走 老三 来 野鞠坡那两个兄弟 谁带的 胡子 胡子 来 大灯家的 我定的规矩你还知道吗 知道 啥 咱俩 不毫害咱松府的百姓 哦 还记着 让他自己去烧药 别的缝进去 二少爷 赶紧收拾东西走吧 吓我一跳 干什么去啊 天不沙马上就过来了 只要你离开野鞠坡 去哪儿都撑 胡子下山了 我咱这儿来了 哦 村儿 带他们两个人藏树林子里 等我把天不沙印子走了 我再套个车 把他们送回哈尔滨 赶紧走吧我的爷 你再拧把命都没了 你再拧把命都没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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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这位是国军特别行动队的 白岐山少校 这位是我们自治军的秦司令 清神造访 实在抱歉 打扰您休息了 嗯 没关系 我听许大勇说 萧参谋长给我弄了一个国军的伞跳来 有什么事吗 看来外面所传不虚啊 很早就有人跟我说过 萧参谋长是国民党派我这儿来的卧天 秦司令 你可千万别听信他们的谣言 我上山是围剿杀了咱们金把头的蒙面鬼 巧遇了白岔校部队 今天人家 是专门拜会您的 白少校 不知你 从那么高的天上掉下来 哎哟 你要是摔个好胆的你说 这不值当啊是不是 啊 就为了找我 我我秦不云 我秦不云谁啊 不就是这个 这个啊 这个深山里的这个 什么土地园吗 没什么用啊 秦司令且不可妄自菲薄 党国把您看作坚持在共党后方的国家重要力量 您可是解放全东北的一把尖刀啊 秦司令 这是党国给您的委任状 委任您为三江军区总司令 军衔少将 好啊 这可是个稀罕物 不是白白少校 我就成了什么什么 三江联军总司令 成了总司令哪 少校正是 将军 这可太好了 司令 那这么一来 您可是正派国军任命的司令了 以后走到全中国任何地方 您都是将军 属下给您倒洗了 恭贺司令 好啊好啊好啊 哎呀 这东西可珍贵 我秦不云呢 就指望他为我光宗耀祖了 白少校 你既然来了 是不是 有什么需求 尽管跟我开口 我来帮你 谢谢啊 不管怎么说 是国军王 他也是正派的货 万一哪天打过松花江来 我也得吃口国军的饭哪 是吧 这个好 萧厂部长 这个把这个破纸片子 那个 不是 把这个珍贵的东西给我收好 弄不好给你试问 听到没有 是 坐 大当家 你坐 大当家 你坐 你坐 昨天夜里 黑虎堂的两个兄弟 死在了野局破 据说 就是这儿新来的两个客人干的 你们二位听好了 你就是脑袋缩到裤裆里 你现在也躲不过去 老三 不懂礼数 去 把那二位给我请下来 是 不劳烦各位 我下来了 你好 碧人夏丰 哈尔滨庆余堂的二掌柜 在这儿见过 天不杀 大当家的 你什么时间到的 前天 咋来的 赶着马车来的 赶车 他说赶车过来的 你蒙谁呢 你是伞跳下来的吧 什么是伞跳 就是从飞机上跳下来 你那十几个人呢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大当家的 他真是赶马车过来的 车还在后乱呢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我的两个兄弟昨天晚上 在这儿是你们给做的吧 确实 昨天有两位兄弟找上门来 我们误会了 我这位小兄弟出了手 给我绑了 等等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今天赚了 一命还两命 大当家的 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庆余堂在哈尔滨做的买卖 做得这么大 怎么可能不懂江湖规矩 出来行走也是为了结交各路英雄豪解 顶多点到为止 怎么敢轻易伤人性命呢 没成想 两个兄弟中了暗器身亡 你说有暗器 你的暗器在哪儿呢 大当家的 两位兄弟 真的是中了暗器 我亲眼所见 大哥 这好像是东阳人用的手里剑呢 怎么还会有日本人的事啊 把枪放去 人即便不是你杀的 但是你也跟他们交过手 我那两个兄弟不能白死 他们一家老小我得养着 拿钱平事 他们现在抢我们的 我能不能是我吗 不抢能叫土匪吗 大当家的 我插句嘴啊 当年在九封山上 是您挑的头定的规矩 不管是哪路兄弟 都不可以在我们野局坡 偷盗抢杀 敢偷盗抢杀的话 都是要格杀勿论的 可是现在坏了规矩的是 你的兄弟 你 谁都别跟我废话 我那两个兄弟能白死吗 一家老小谁来养 再说了 你庆余堂这么大的买卖 不会差这俩钱吧 打当家的 这十两金沙 是他先付的垫钱 我先拿出来给他垫上 放心吧 跑不了他的 好 看来这小白脸子 还真招人疼啊 行 我就看在花期的面上 不要这个钱 我在这儿 替他谢谢各位 但是要解这道梁子 得做一件事